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的对手普拉伯沃称选举存在着舞弊拒绝接受结果 他的支持者在当天涌到了选举监督委员会抗议是一个和平的机会 但是在深夜突然涌来了一批示威者到场生事 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燃烧弹 警方回击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引发了暴力冲突 警方从示威者身上还搜出了两把手枪 相信有组织策划了选后的骚乱 一场大选为何有如此的后遗症 今晚放区连线我们在广州现场是印尼新报总编辑李卓辉先生 在吉隆坡现场是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一山先生 在北京现场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环球战略研究院许丽萍研究院 大家会深入地分析印尼全境暴力冲突的风险评估 一起看看李密的追踪报道 作用超过两亿的穆斯林人口 一直以来印尼都被看作是伊斯兰教与民主共存的典范 然而在又一次民主选举之后 印尼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骚乱 22号晚间超半名反对派支持者走上雅加达的街头 抗议左客维多多再次当选印尼总统 示威者手持棍棒竹枪 不断朝中选会方向投掷烟火汽油弹 而连续两昼夜行动的防暴警察 则动用了橡胶子弹和推列瓦斯 一直到23号凌晨 抗议引发的骚乱和暴动造成了最少6人死亡 257人被捕 与暴乱相伴 各种谣言和假新闻在印尼的社交媒体上泛滥 有的谣言称 左客用独销的不法现金买票 有的谣言称 左客多赢的1700万张选票 都是预先从海外进口的假票 甚至还有谣言宣称 那些朝示威者投掷催泪瓦斯的 都是左客从海外买来的打手 种种诡异而混乱的谣言 逼迫印尼当局临时性地降低了网络频患 并减缓社交媒体信息的更新速率 为相关部门让夺出更多核查与检举的空间 这一股融合了极端保守势力与宗教势力的乱流 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出见端倪 2016年 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 因为在演讲中涉嫌蟹毒蓝金 引发了印尼穆斯林群体大规模的游行和示威 因为打击贪腐而声望颇高的钟万学 因此入狱 政治生涯就此终结 而原本他被认为是佐科副手的不二人选 为了挽回前程穆斯林群体的选票 佐科选择了75岁的伊斯兰学者理事会领袖阿明 作为竞选搭档 不过分析认为 宗教因素的背后是深层次的经济因素 从数字来看 佐科执政四年多 印尼经济每年增长率达到了5% 不过人均GDP仍然在4000美元左右徘徊 印尼学者分析 大规模的基建项目只汇集了中产和富裕阶层 而不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和社会身份的年轻人 高速的经济增长 反而让年轻人越来越趋向宗教保守 不过佐科以基建拉动经济的步伐 不会止步 既决定迁都之后 印尼政府近日提出了总投资 高达4120亿美元的国家重建计划 而在上周 印尼第一条高铁 亚班高铁瓦利尼隧道顺利贯通 这也标志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与印尼发展战略对接 进入全面提速阶段 佐科的发言人表示 印尼会延续有中政策 未来会对中国投资松绑相关政策 印中关系将会越来越好 印尼新政府如何推动中印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印尼大选的后遗症如何停息 印尼未来又如何解决社会分配 带来的社会问题 挑战才刚刚开始 好 印尼迎来了五年一度的大选 目前大选的结果 刚刚公布佐科获得连任 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 究竟反映出印尼的内政怎样的一些趋势 我们今天请出各方的嘉宾做事页的分析 好 首先在广州现场特别请到了 印尼新报总编辑李卓辉先生 好 我们想请教的是 李总编辑 目前印尼整体 从昨天这个过去20小时的 整体的骚乱的情况 可以说非常大 199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骚乱 到目前为止 是否真的得到了完全的控制 何以证明 可是 印尼警官已经控制了 整个越加大的地势 今天越加大的地势 可以说是非常的平均 不过 当然 警官已经逮捕了200多个人 的这个骚乱者 而且这些骚乱者呢 是有些拥有武器 而且在所有骚乱者身上 也拿到一些 一些金钱 所以警方说 这一次的骚乱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救世力地团 一个大地团在策划 策划故意要 破坏这个印尼的政治形式 来打地这个走科威 走科威总统 但是警方说 他们已经知道 这个骚乱者是谁 是一些 以前 苏阿多斯大是旧的势力的人 那么他已经提出一些名字 他们决定 在采集尖界的行动呢 逮捕一些这些人 然后进行控告 所以呢 基本上地势是很平静的 不过呢 大家一些金融期的一代呢 也决定了 因为民间刚好是星期五星期六 所以金融期的一代的这几天内呢 到他星期间估计 他就是把那些员工都 就是给他们回家 不断着不开 在原下到金融中心的街上了 所以这店基本上明天 基本上都放假 不过呢 第一次是得上了控制 那么今天呢 晚上就是 印尼的副总统 在他的住家 召开了一个所有重要的 以前的金警跟政治人物来开会 开会是接近富裕呢 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 叫大家不要听信任何的谣言 被人家闪动 再发生任何事情 还有呢 所有的这个社会传媒啊 也是被政府基本上控制的 因为他们通过了这 破坏者通过这些电子传媒 来散播 调动 调集 所以今天明天 也是传媒呢 对付这些传媒这样 好谢谢 谢谢李总编辑啊 带给我们印尼国内的具体情况 在北京现场 我们要请教来自中国社科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 许丽萍研究员 好 许教授 我们请教您的是啊 这回可以看到 印尼在选后这个后遗症 爆裂度是非常之高的 速战速决 无论是反对派一方 还是政府一旁 他的行动和烈度都非常之大 所以如何看目前的 这一波的举动 为何会有这么大的 一个烈度的撕裂 对于左科控制局势 目前的局面 您是否认为 已经完全控制在亚加达 不存在于其他全境 迁倒之国 其他地方在出现类似情况 好的 陆生 我觉得现在印尼 今天在亚加达 发生了一些烧乱吧 最近两天来 发生了一些烧乱 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预料之中的 因为在大选之前 反对派 反对派有关方面 就实际上已经放出风来了 如果这次大选 他们输了 或者说没有获胜的话 他们会指着 这是大选有舞弊的行为 会举行人民力量的行动 实际上对左科政府来说 对他们举行的 所谓的人民力量的行动 已经充分的做好了准备 这也就是这一次 印尼的大选委员会 为什么在21号的凌晨2点 公布大选的结果 应该来说 这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行为 实际上这也是左科政府 为了应对这些 所谓的这些 人民力量的这些行动 实际上政府在这方面 已经早已经做好的部署 包括军队的调动 包括警察的部署 另外一个 对于这次发动 所谓的人民力量运动的 这些背后的这些人 实际上他们也做好了 精心的策划 包括从现在的 相关方面来的消息的话 比如说他准备的救护车 救护车就是来自于印尼 大印尼运动党 他们准备的救护车 印了他们的标志 救护车上面还装了很多的石头 所以呢 还有另外一个 比如说这一次参加 这次所谓的这些 骚乱的这些人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印尼 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捍卫者 正一线的 他们应该来说 有将近一千人 骑着摩托车 从这个亚加达的这个郊区 来赶到亚加达 所以这些东西 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有预谋的 但是整体来说 虽然这一次 我们看据最新的报道 可能这一次的 骚乱死了八个人 但是我看来 相关的这个八个人的年龄 最小的是16岁 最大的是27岁 也就是说 从这次抓的这些人 死的这些人 看来是大部分的是年轻人 为主体来参加 这样一次活动 另外还从有关的消息来看 也有一些 伊斯兰国的这个同情分子 或者是极端分子 也参与了这场行动 所以这场行动 应该说他参与的成分 是非常的复杂的 即使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 现在目前看来 左河政府实际上是应该说 牢牢地控制了 亚加达的这个局势 从印尼的历史上看了 这种骚乱 这种局面要进行全面的扩散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毕竟今天的印尼 不同于20年前的印尼 也不同于五六四年前的印尼 应该说 今天的印尼 应该说更加的开放 这个人民 这种觉悟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对未来印尼的自然形势 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态度 好 我们在金龙坡现场也特别请到了 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首席顾问 胡一山先生 好 胡先生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尼目前的这个局势 当然我们非常好奇在选后 以这样的暴力方式 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目的 通常很难说在翻牌 比如说其他的候选人 再可能因为这样的暴力的结果 使得自己能够再次当选 这是很难达成的一种结果 那究竟您如何分析这样的一种手段 希望能达到怎样的一种后果 另外对于另外一个参选人 大家也非常之关注 就是普拉伯沃 那他曾经也是前总统苏哈托的二女婿 一度也是陆军特种部队的领导 那对于他接下来的方向 是否会就此停止自己的政治前途 未来会如何 四度参选四次失败 那您对此是怎样的预判呢 我想这是反对派 他动用的那个口号 是叫做这个人民力量 那么人民力量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一个这样的口号 其实是来自就1986年的这个菲律宾 那么可是这一次呢 我想你动用这样的口号 可能还蛮难引起 就是说普遍的大多数印尼人的这个共鸣 因为以前比如说人民力量在菲律宾 是因为有这个相对独裁的暴政 马可思政府等等 那么所以民众有在明显的当权的政府有舞弊的情况 选举舞弊情况下呢 然后起来这个起义了 那么这一次这个左科的这个重新连任呢 坦白说你看印尼普遍的民众的看法 或者是国际上的一些观察员的各种看法 大家都很难认为说 左科政府有这种有系统性的 有这种全面性的这种好像反对派所指责的这种舞弊行为啊 或者是他施政非常的惨暴啊 独裁啊等等 所以你要运用这个人民力量这样的一个口号来发动人民呢 我想最后上街的应该只是你请来的这些人民呢 为什么说你请来的这些人民呢 因为印尼其实我们在印尼有亲戚的有朋友的 我们可能都知道很多时候印尼的这种所谓的暴动啊暴乱啊 或者是上街示威呢 其实的确是有人在背后啊 就说真正是用钱买的 用钱买这些人出来示威啊抗议啊 然后还有提供这个T恤给他们啊 提供饮食啊交通啊等等 所以这一切的行为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这个所谓暴乱中呢 听刚才的两位这分析员所说 也提起了这种因素的存在 不过我自己比较担心的 其实还是刚才徐教授有谈到的 就是有一些看起来这些 这些宗教极端分子的这个参与啊 因为宗教极端分子一方面 当然他们也有具有非常强烈的这个组织性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那种为了他们的宗教啊 要进行神权统治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目的啊 他们可以做出的确是极为暴力的行为 这一点我们在这个斯里兰卡也看到 所以我比较担心的其实还是 就是说假如只是传统的 比如说一些政客输了不甘愿啊 他用钱买一些人出来示威啊 甚至会发生一些伤亡事件 坦白说这个是有一点担心 他也不是最担心 我最担心这场运动啊 被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启节了之后呢 然后迟到比如说我们这些邻国啊 可能也会被波及的 因为他们有这种国际网络的 这一点还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 嗯警惕这个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啊 利用目前的这个局势啊 刚才胡先生谈到这个买人去参加 这样的示威抗议 确实啊我们也收到消息 其实每一个信封里面装有的钱是300个千 相当于是人民币150元人民币 一个信封给一个人去 好这边我们要转往在北京现场的 徐教授徐立平教授啊 徐教授我们继续来看左科的整体执政的 一个效果啊 其实这位他是55%以上的当选 可以说还是得到大多数名义 包括在投票当天 其实我本人是在印尼 所以我走街串巷所问到的人当中 百分之百的是倾向于左科 也就是说他在民众基础这部分 是非常草根非常得到民心的 但是接下来五年的任期 他究竟面临怎样的一些调整 或者说一些挑战 您对此的预估 对我也非常同意 你在印尼的采访的个人的观察 实际上呢 左科是来自于草根 可以说他既不是来自于传统的军方的这种家庭 也不是来自于传统的官换世家 应该说他是从一个家具商 连续九年可以说三级跳 成为今天的印尼的总统 应该说可以说创造了印尼政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所以在他的五年中 应该说他无论是这个取消这个燃料的补贴呀 还是大力的新建基础设施啊 还有简化外商投资的一些审批的手续啊等等啊 应该说还是得到了广大印尼人民的这种支持的啊 所以我们从这次他的得票率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另外一个呢 在未来的五年呢 我相信他面临的挑战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来自于呃 极端主义势力的挑战 因为我们从这次骚乱中看到了 就是很多的极端主义的这些势力和这些保守的势力 有一种河流的这种趋势 那么这种趋势呢 实际上对某种程度来说 对于主张改革的左客来说 形成了一定的一种挑战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呃 挑战呢 就是我们知道印尼的自然灾 灾害呢 是频发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这些年来印尼的地震啊 火山啊 是频发 所以如何呢 应对这种自然灾害 来提高印尼的这种 呃 这个 解决这个 这就可以说 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啊 对它是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 当然了 第三个的这个挑战的话呢 就是如何来解决这种地区的差异 贫富的这种差异 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世界上第四大人口大国 但是这种贫富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这是挑战 所以呢 未来在呃 左客的任内 我觉得他还会继续推进他的这种 呃 在五年前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大力的加强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 因为我知道在前几年的这个 前几任的印尼的政府 呃 很多的国家的预算 基本上用于政府的日常开销 用于这个基础设施的很少 所以呢呃 他未来可能基础设施是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呢 人力资源的数字的提高 也是他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知道印尼的民众呢 很多的民众 他的文化水平不高 很多的是只是受过初中的这个教育 所以为什么印尼的假消息满天飞 很多人相信这些假消息呢 就是说他们对这些假消息 没有任何的判断的能力 容易被煽动 被收买 我想这是左客 实际上他是深深的认识到这一点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呃 对印尼的这种经济啊 要实行的一个彻底的一个转型 比如说他提出这个印尼的工业的4.0的计划呀 要迁都的计划等等吧 也就是说他要打破这个印尼的传统的一些做法 来真正的使印尼呢 成为一个中等的强国 乃至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经济的大国的目标 来前进 好 针对宏伟的目标啊 左客首先提出迁都 稍后我们持续聊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继续关注一下印尼的发展 我们请问各方的嘉宾做声音的分析 好 在呃 金龙坡现场 首先我们请教胡一山先生 好 胡先生对于左客提出来的迁都啊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重大的一个变化啊 新的首都的选址 包括为何要这样做 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 您对此的看法 你看这种迁移首都的做法 其实很多其他国家 在军代史上有做过嘛 这巴西有这个Brazilia 然后澳大利亚呢 有这个坎贝拉等等 那么的主要我看的这个迁都呢 是有两个目的的 第一个当然是也加达本身呢 其实它有一个很严重的这种叫做 几乎叫做路程的这种现象 就是那个土地呢 会下趴 把那个海平面越来越高啊等等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各种交通啊 各种设施呢 可能也已经达到了各种饱和的这个现象 所以呢希望就说把政府的一些机构呢 能够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 那么能够舒缓也加达的这种交通啊 或者是它的资源的方面的这种设施的这种压力了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目的呢 其实也是要发展就是据说是迁都的那个目的地啊 就是在印尼的加里曼丹省呢 印尼的这加里曼丹省呢 其实跟我老家马来西亚的沙巴呢 是在同一个岛上 我们叫做波罗州岛啊 那么它的资源呢 是很丰富的啊 那么比如说各种的煤炭啊等等 都有开采 然后甚至也有运到中国去 可是问题是多年以来 其实跟沙巴命运一样了 都被印尼的中央政府呢 相对的忽略了它的发展 所以你看假如把这个首都迁到这个加里曼丹的这个中部去啊 那么一方面就希望能够带动整个加里曼丹的这个经济啊 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这个开发 那么也就是刚才许教授所说的 希望只要整个印尼呢 它的经济能够呃呃能够振兴起来了 所以呃这个这样的迁都计划呢 呃他们印尼是他们蛮有信心的 所以在未来十年里面可以做到 不过我想最后也是好像呃 其他国家里只要应该是逐步的做了 先一部分的签过去 譬如说政府行政中心签过去 可能国会啊 最高法院啊 再下一步啊等等 对好 谢谢 我们在北京现场啊 许教授我们再看一下中印的啊 这个雅雅道万龙的呃 这个比如刚刚书通行 那接下来中印在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还有怎样的一些合作空间 您对此看法 对我们知道实际上 呃亚湾高铁应该呢 说呃一波善者 但是我们现在看了 亚湾高铁应该说 克服了重重的障碍啊 现在有条不紊的在推进 亚湾高铁是中印尼在一带一路 呃合作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 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项目 那么其他的领域的话 呃比如说现在我们和印尼正在的深化啊 印尼呃提出呢的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啊 那么这区域综合经济走廊 实际上呃他这个是呃涵盖在好几个呃 呃经济的这种合作区啊 主要是领港的工业园啊 啊那么这一块呢 还有发展这个海上的互联互通啊 所以呢这一块和中国的提出的这个21世纪 海上四处之路啊应该来说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啊 实际上他也是强调了我们也都是强调这种互联互通啊 来强调啊这种呃这种呃这种领港的这工业园 提高印尼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呃复加值 所以呢在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呃工业化 在海洋产业在在一些基础设施方面呢 中印尼海港口等等方面应该说有广泛的合作的空间 特别是我们知道呃现在印尼中国的一些企业 在印尼投资些矿业等等啊 可以说改造了印尼的提大大的提升了印尼的这种呃工业化的水平 所以呢我对未来中印尼充满信心啊 非常感谢啊各位嘉宾参与节目就印尼 剧事分析感谢收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